欢迎去看关键时刻 这一次台南的选举 从市长选举到驿长的选举 风波不断 而在这个中间黑影床床 也就是说 这中间有开箱的 这中间有所谓的金钱介入的状况 这都过去跟我们的台南理解 有极大的一个差距 而台南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跟它的光电利益 有极大的一个关系 现在在台南刚刚讲的 整个大北门地区 从整个北门雪甲将军七股 这个地方你很难想象 你现在放有过去 过去这个地方 本来都是余温的地方 过去这个地方 本来都是农田的地方 现在居然都是一片一片的太阳能板 那你想说 那太阳能板不错啊 太阳能板可以发电 可以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问一下才知道 这些这么有密集的太阳能板之后 你知道当地的温度到多少吗 这个地方居然到达了42度 你想想看 台南已经够热了 阳光已经够强了 你现在的光害更严重 而且住在这个地方 温度有40多度 这边的人当然非常的一个痛苦 你才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过去是民进党强烈的支持区域 现在居然被谢龙界翻转过来 而且让当地所有环保人士 更不可忍受是 这里的防风林 你要知道 种防风林是一个非常难种的 因为这个地方的盐分非常的高 这个地方你要种树非常的难 我好不容易种出了防风林 现在为了这个太阳能板 你看吧 整个防风林我居然把他给砍掉了 砍掉之后 有想到这个对当地人来讲 你是防风林 我对我未来 我要再种植任何的东西 我的生活品质 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问说 好 那这些的光电力 到底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这种程度是 难道没有人 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吗 好 在这段里面 有两位来宾交谈论 第一位我们要特别介绍 他是台南市武党籍的议员 陈坤河 坤河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好 第二位去 待会儿呢 资争美典和华尹亥 也会教我们的讨论 好 所以是从 我们之前在讨论过 台南的光电力非常严重 你过去还讲 你本来也想到台南去投资光电 后来你才发现 水很深你就撤输了 那可是你光听说 这个光电力到底有多大 这个光电到底有多严重 这个光电范围到底有多大 我没有感觉 后来我看了影片我才知道 哇 你现在到了 所谓的北门雪甲将军七谷 到处都是这些太阳能板 而这个太阳能板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当地的生活了 包杰 为什么台南这几年会变得 好像黑影床床 黑道黑金挂钩在一起 我跟大家讲 就是光电利益的问题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光电利益到底多大 我用实际的数字告诉大家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 我们太阳能一共要发20GW 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台南市 大概约布是3.5GW左右 那我们今天讲一个GW一年发电的 这个发电卖给台电 就可以赚90亿 90亿 对 一个GW 对 那90亿来说的话 这个可以发20年 可以发20年 所以你一个GW 一年就可以赚1800亿 我们台湾的20GW里面 未来台南可能会占一半以上 所以很简单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一年营收 都是可能逼近千亿以上的大数字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你说台南才刚刚开始 对 未来真的发展一年 台南光这个太阳能的收入 可以上千亿 对 可是你有20年 那这是为什么 这个光电力大家要争夺 你看我只要这个公司 我设立 我到那个地方 我可以赚20年的时间 20年的利益多大 所以大家说 这次台南议长 可能一票2000万 我跟你讲 这个绝对是小咖 他后面如果真的有人跟他 如果假设 有那些所谓的刮钩在一起的时候 他赚的利益 绝对是比这个都还要更大 20亿 1800亿 20年大家不要算一算 这是一个造元的产业 造元产业 造元20年下来 你不用特别的技术 你也不用特别的 所谓的这个工作 你等于说 有一块土地 我给插下去 插下去太阳能本放上去 他钱就源源不断进来了 我非常熟这个产业 这个产业里面来说的话 下游的这个电厂来说 它的进入障碍在什么地方 进入障碍在你要找到这个地 你只要找到这个地 而且这个地方可以让你重电 那基本上你只要买设备来 设备来之后 然后施工 能够施工 插上去20年就可以这样赚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 非常进入门槛非常低 但是它进入门槛 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要获得土地 难道你要获得地方的这个和可 那地方的土地 地方的和可 谁知道最多 当然就是议员知道最多 议员懂的这些东西 这些妹妹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 每一个地方的议员 你看这一次 为什么北门学甲这个地方 会被谢隆介翻盘过来 因为这个地方 在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 大家吃相太难看 在这个地方 摆了太多的这个光电板 那那光电板 保险那这个对生态 绝对是会一个破坏 为什么 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太阳能板 它是做什么 它其实就是细晶元 它是细晶片之后 一直不断地吸热 它吸热过程里面 它当然会温度非常高 夏天台南的温度 就已经35 6度 它是在吸热进去的时候 它会来到 可能更高温的这个状况 然后它用热能经过转换 把它转换成电能 所以基本上 你要吸的越多热能进来的时候 你的发电效率会最好 所以那一定 今天陈医员讲说 在这个地方 温度多少多少度 42度 一定周边的温度 会被它改变 因为你看 这么密密放下去的时候 其实当地的温度 一定会被它拉高起来 那是不用讲的 另外第二个 它会有很强的反射 其实它有时候 某些程度来说 它其实就像是一面镜子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反射过来 周边那种所谓 环境造成的影响 会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周边的 这个水电型 这个所谓光电板 一插上去的时候 基本上当地的生态 可能会受到破坏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在旗鼓当地 有非常多年轻人 突然出来抗议 而且那因为 你要弄这个太阳冷板的时候 你可能要把很多陆地都 把树把它砍掉 除了水边 水边来说 有这种所谓的太阳冷板 余温来说 现在台南很多农地 农地上面也开始要 擦这个太阳冷板 所以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农地 原本的好的地 就把它弄掉 你看这整片的防风林 就这样没有了 防风林多难中吗 所以你就知道说 因为为什么要把他砍掉 老杰 我跟你讲 20年是破造商机 你要不要争取这个利益 所以这也为什么 这一次的台南的 市议长的选举里面来说 你看会有三个国民党的 这个议员就跑票 跑票来 为什么一定要争夺 这个议长的位置 这个议长的位置来说 为什么两派人马 一定要拿下这个状态 因为他可以攸关到 未来20年以上的利益的分配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 我觉得跑票 这个后面有什么买卖说 我觉得这其实是会让人家 很不自主就会联想到 好那刚刚讲的 这边有个观念 就是以前台南市议会 就禁止说61线 等于说台61线 以西地方你不可以开发 可是现在一直想把它给开发 因为我开发之后 那个地方土地更多 那个地方刚刚讲的 我有更多的适合太阳能板 光照更好的地方 那才是更大的财源 七谷但过去是这个盐田 盐田所在地的位置就是 它日照会非常好 所以它的确如果来用在这个地方 来开 而且它土地成本非常低 对于这些所谓的 太阳能面板的开发者 业者来说的话 便宜的土地便宜的租金 会让它成本降得更低 所以它一定是找这种 比较不要的农地 或是不要的这个所谓 比较可能没有再开发的 而且光照更多 对 没错 你看这是过去七谷的这个美景 你看里面有非常多余温 然后这个绿素也非常多 这是过去的这个状况 现在完全都不一样了嘛 因为第一个你看 这个密密码码都变成是 光电的太阳能板 我就讲其实树在旁边 要生长都很难 因为温度实在真的是 树没办法生活 非常高的这个状况 你看整个太阳能 你看过去可能周边 还有一些树还有一些绿地 现在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变成是 太阳能的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七谷会非常严重呢 你知道我刚才不是讲 台湾有20GW嘛 对不对 20GW的总太阳能的发电量 七谷这个地方 人家预估大概就会有 1GW在这个地方 所以1GW我刚才算了 一年的商机是多少 90亿 90亿的话 20年是1800亿 所以这1800亿 这里面的商机 不是你就是我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 真的你死我活 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个商机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不是 而且重点是 进入的门槛很低 你可以 我也可以 对 就是说 你只要有一个工程的 这个核可来说 你就可以发电 所以那你知道 为什么引起当地的民怨 好 你这个就算是 这不是我的地好了 你已经卖出去 这个余温室 你拎到的余温 你弄给人家开工 问题是他要开工的时候 他要把当地的路很小条 他把它弄得更大 弄得更大 因为要施工嘛 施工之后还弄得更大 而且你还要装什么 你还要装这个电线电缆 因为你还要发完电 还要挖地 是在远的很远的地方 你要发电完之后 你要把它送电过来 你中间要盖很多的电 类似的这个重电设备 那些电你要一路 所以周边的 你要电塔 对 周边的完全都会变得改变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为什么他一盖下去之后 周边的那些配合 配套措施之后 会让整个七堵的这个 七谷的这个风暴完全变化 你看有那么多的 这个都在路边都堆了这么多 因为他们准备要把这个 路拓宽之后 然后这个发电要 你到七谷沿路都是 对 所以你要把这个电用送出来 这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虽然如果真的是 如果我刚刚讲 在这个地方 那整个七谷真的会被他 完全翻转 就变成是 都是太阳面板的一个状况 好 那刚刚讲的 现在的关键 争夺的关键 台61线 这个地方会变成了 整个太阳能板的处女地了 对 目前为止来说 虽然黄伟哲是说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可能开发可能要暂缓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目前的这个台17线 这个地方 这是目前台17线 你看目前台17线 已经开始 你看原本的这马路中央 那旁边都已经变 把它挖空了 把它清空了 过去可能都是这样 那现在就是把它清空 准备要开始 树都没了 放太阳能板在上面的这个状况 这是台17线 那结果如果真的到 台61线的话 保洁这附近来说 你看 包括说七谷的这个西谷 黑面疲路的这个地方 我们过去的海岸线 而且人家说 这个地方养出来的鱼 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鱼的地方 这地方完全可能就 假设有一天 真的被太阳能桌攻占的时候 这个完全会改变 可能台湾完全的这个地貌 会受到这个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说这个黑面疲路的故乡 在这个地方 它的水质非常好 它养出来的贝类 养出来的鱼 对 非常好吃 对 但是所以 这是为什么现在当地的环保人 是一直在跟市政府 这个argue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嘛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就讲 其实目前为止来说 台南真的到处都在 兴建这个太阳能 这是在台南的海尾路 这个地方 你看 人家就说 他是不是也准备要 架这个太阳能面板在上面 很多人就说 你看 这H型钢就是摆明 就是上面要放这个 太阳能面板的这个 好 那你看 我就讲 你放在旁边的时候 你看这个树就会枯死 因为说真的 旁边的温度真的会太高 而且它会改变当地的 这个气温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 市场现在整个坐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担心 为什么环保人士 会认为说台南市政府 你这样好像都 很轻易的就 允许了这么多的太阳能面板 真的会让台南 整个市区的这个街道 或是风景 会出现非常大的变化 以外 你是大北门地区 半门雪甲将军旗鼓 这里是西港 这里的机关 这里的机关 我说 我说 本来这个地贸都变了 这里本来都是水塘 渔温 现在这些水塘渔温 现在都变成光电板 可是台湾要发展光电 发展光电 我有绿电不好吗 为什么你会强力的反弹 强力反弹 你说这个设置之后 对于北门雪甲将军七谷 加里西港 加在居民 苦不堪言 这是最重要的六十一核塞 很特别敏感的地方 这是国际级的生态区 这也是 这样说六十一核塞 在这边 六十一核塞就是 养殖水质最好的地方 那水真的很好吗 最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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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再三百里 水很清 水很清 所以如果鱼电公升的 那个什么 有定型鱼电公升的风油 有材料刺 我去玩水死掉 没有办法养第三年 土地就坏掉了 所以没有鱼电公升的可能 这鱼电公升的风油要怎么刺 好 是舊班 我们是台湾学技术人的 我们沙漠 有几个人沙漠 沙漠减水 减水 就是不太清楚 但是风油 蝶子 我们的品质是蝶子 蝶子 也就是漏底膏 是 所以六十一核塞到目前为止 刚才他进到漏底膏 漏底膏就是刚才 那个 司聰说的 42多 保险你刚才说42多 就是漏底膏 正点六十一核塞 目前为止 有这么滑 我讀台湾 我知道台湾是很滑 现在光电弄下去 42多 42多是要怎么大 42多 那叫热导效应 因为光电板一直 温度一定提高 暖天 高了的时候 它会成为一个热的气流 那不是很烤的 对啊 这个热的气流 就遭毒社区的烤箱进去 所以不是在烤箱头 烤箱头没有42多 是到烤箱头要42多 所以我都因为 这样我米在家里也没在米 要怎么米 而且 它还有发生声响 高度漏差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声响 声响声响 还有声道 我就落 我就落 他们在义飞放给义飞 喝湿飞放给他们听 也从那一件才了解到 原来 原来重电的利益 不是只有后面的20年 是重完电的马上银行搬钱来花 所以今天黑道的事情 不是那20年 是银行搬钱来花的时候 正电正丸看多好做 你说那是无本生意 我现在找到一个土地 找到土地之后就开始起了 起的时候要出钱 我如果土地提供的时候 银行马上 积了过来 我跟你说 如果做营责 都要请营责公司 营责公司有管理身份 基础也都有管理身份 我们做建筑 要卫度 要有设计书 建筑书 要有土木基础 要有结构基础 要有水电书 要有基电书 每个地方都要进行勘察 才能够拿到箭矢罩 对 我们土地如果开发更大 要有环境影响评估 政电最大 什么都要 所以 他们的建筑管理成本很小 民进党说没办法 我现在要绿电 我要绿电 我也有 土地放在绿电 所以 要保证 有机会政党轮替 一定要好好讲我们的中央给这些绿电重电劣则 他没有按照应该有的规矩来做 我问你 本门现在变过来了 将军的七国也都变了 这个到底当地的居民到底有多怒 你以前也是民进党的 你也不干 我17岁 我跟五个总统交 四个监制 监制 你现在倒不掉了 你倒不掉了 你倒不掉了 我告诉你 本门的学家 将军七国都变了 变了 这当地的居民到底有多愤怒 他的生活到底受到多大的影响 我长期支持民进党 那现在 都 还有人投给切龙介了 这些绿子 如果要绿电的大家很高兴 因为我们 他们在大土地的绿子 他们没法给人进党 所以都做给人 所以绿子 它是希望 绿子 绿子 但是 很多养殖业的这些虚民 他们是一世人买 我们买不去的 他们是生活的保障 地主才不会困难 是养殖 职绩上面的养殖业的 实际在种植 种植的 所以对他们马上造成伤害 那地主有什么 因为地主 争害怕到 土地座也怕到 土地座在那些没介绍 这个时候 进入来的时候 装进去那些人 买的时候 本来一公斤 刚才六十一盒塞 本来一公斤 一百二十万 来 两百二十万 两百二十万 四百六十万 五百多万买不到 五百 七五百 所以 今天这么大的利益在里面 但是呢 他们都没有想到 土地是全体公民所有 是世代要接地的 我刚刚看到一些画面 那是局部还是很多事 后来种那个所谓的防风 我在澎湖当兵 那个临头公园 我们当时要去种树的时候 很难耶 结果你好不容易种那么多树 你却把他砍掉了 我就有到 艰苦的了 我请我的那个核武厨 我的公司去做空拍机 我说留着给房市长 这哪一天会给你看 世代都会看到你们 为了这样 结果呢 把一棵一棵二三十年 很难种的房屋 一棵一棵就烦了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 我们的店是非常需要 可是有没有想到 我们多少的工厂屋顶没种店 我们多少的屋顶没种店 结果为什么要来这种店 因为这边搬钱最容易 那刚才讲的 是说这里光七股 一年可以有 这话的这个所谓的店 一年就九十亿 二十年千八千万亿 真的这个利益有这么大吗 七股大概二十 二十年后就有 但是七股已经超过一点五二到五 刚才人家要看 这一次的议长选举 真正的关键就在这个 六十一号公路以西的这块地 在这里 黑面皮路的七十地 这个水 他的第一个案在这边被我挡下来 挡下挡下来 结果呢 他主要的中店 要在这一个地方 就是 这里的温暖水 是日本时代人去外出来 去做出来的摘水系统 这水的时候摘到十文化 摘到七股之后 这是养殖是最好的 吃减水养殖的最好的遗产品 刚好在台湾的最西点 所以活该拿来中店最好 把最好的养殖区拿来中店 所以我们的大潮钩才 大潮钩要大潮钩拿来中店 结果我们才跑到总统府 跑到立法院 跑到行政院去抗议的啊 你说七股的人跑到台北抗议了 我们年轻人说要回来工作 结果 我要回来吃虎了 这个时候我们家都拿去正殿 年轻人回来 要想要落实地方 然后以前的老人家已经凋零 年轻人他们的养殖比较有方法 比较能够规模化 结果回来发现 都没有啊 都拿去正殿 我再来想做什么 所以呢 我为了这个案子先投资到说 不然六十一盒党 你们先让你们赠没关系 但是六十一盒不能赠 董事长 我好朋友陈嘉欧 他对民进党充满感情的 可是没有想到 他居然真的讲 再有下次台南就政党轮替了 现在有很多人 包括梁文杰也讲 你台南要好好揍一揍吧 因为现在干嘛 赖清德要选总统 赖清德要选总统 你如果台湾 台南有这么多狗屁刀招的事情 你不是变成别人的把柄了吗 如果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 在投票前发生的话 已经轮替了 不要到下一次了 所以这就是国民党 我没有想这个问题这么严重 这就是 今天国民党在操作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很深入的理解到 中间的这些黑白挂锅很复杂的问题 那反正很简单一句话 就是一个重大的利益嘛 对不对 重大的利益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郭再卿嘛 郭再卿已经被起诉了 他起诉理由是因为 郭再案 对不对 那他开枪 他被开枪是什么案 他被开枪 88枪都开他家 开他工厂 他就是开枪被害人 他被开枪就是为了这个光电案 就是为了光电利益 全台湾都知道 对不对 现在目前这个案子没有破案了 88枪有进度吗 没有进度 所以有什么 我们的检察总统很愤怒 所以一定要把烊龙给抓起来 烊龙抓起来没有用嘛 结果88枪没有进度完的时候 这个议员这边就已经翻盘了 议员翻盘 所以可见得后面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谓力量大其实也少吹牛 这台湾的力量大我听多了 就是新台币力量很大 因为一旦钱多的时候 人的这个道德感 有些人的本性就会改变 黄复兴就会变成了红复兴 对不对 就变了 绿复兴 对这个就变掉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就是 利益的分配问题的 那就是说下一次政党轮替 我觉得这一次就应该要轮替 对 然后这些利益呢 到未来会不会摆平呢 不会摆平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经过这个议长选举之后 在整个市场上的传闻里面 江湖也传闻里面 那真正的这个胜利者是谁 谁 是郭再兴呢 郭再兴还是胜利者 他是胜利者 郭再兴打败了郭信良 这还是真正的 是这样子吗 是议长选举的背后是这个故事 当然是郭再兴 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是黑金嘛 金是什么 金就新台币 那不是黄金嘛 现在新台币就可以把这些 国民党三个就开始就 就移动了嘛 投票的行为就改变了嘛 那黑是什么呢 黑就是88枪耶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变成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啊 这个88枪是不是故意开的 88枪开到现在为止不破案 对 那我现在问你 如果我是被害人 我跑来跟你刘宝杰拜托 对 然后请你 请你这个票投给谁谁谁 投给某某人 我是被害人哦 我被害人 这个算不算黑 88枪我没死耶 我没跑耶 我还勇敢在这边继续跟你搞耶 甚至于在外面 在江湖上继续行走 所以这个黑金 在这整个的剧本里面 有的时候你要看 它有很多反串的效果 对 被害人其实是扮演的 加害人角色 是这样吗 不 这个 我先问你嘛 你一个人有本事 被人家开88枪 然后不为所动 还跑出来吵架 还跑出来骂人 还跑出来提供子弹 对不对 提供晶圆 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啊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复杂 对 所以你要从一个大格局去看的话 那最后的被害者是谁 最后就一个被害者 赖清德 赖清德 赖清德被害死了 赖清德是被害者 这两天的新闻 你没有看到吗 黄伟哲把这个事情 都推给赖清德 对 你这个事情 这个卢沙案 是你赖清德认内的 对不对 然后中国会讲说 你们要买票耶 那有一个人 A到第四章 说不出 大青帝 大青帝 他变成黑金 他也解决不掉 他变成卢沙也他干的 开枪他也拨不了案 这样选个狗屁总统 然后第二次就 这条李宏林输的 民进党的参计就变成了 好 计划 现在議長的参计 白后真的会 是光电力太大吗 好 真是 我先说建议 今天这六千党 他要用 叫李宗教那时候的方式 来办这个民主进步 哦 你当时是怎么处理李宣教 李宗教当上议党 他没有要去议党 就开始华伴啊 这样啊 李宗教后来是汇险啊 但是李宗教那个时候的汇险 没有比这一次还漏股 真的假的 我之前 我们在大明罪就刚才说了 今天 有如渣 的利益 人后正典 正典是什么人有关的 正典啦 正典要合准呢 合准呢 最大的潜力在哪里 是政府 台南市政府呢 台南市政府是掌权 黄伟哲呢 黄伟哲旁边的财务长是谁 对不对 贵债欣呢 贵债欣呢 贵债欣有潜力吗 有潜力吗 没有 没有潜力嘛 潜力来自于谁 黄伟哲啊 所以陈凯林只是人头而已啦 前任那个被抓去发挤去举照 好 准不准重电在这边 所以议员 韩玉美开始动的时候 应该不分执政者 在野党的议员 有机会当选的 去问一问 他们有没有都被关心啊 关心不是关心好处啊 不是关心坏处啦 可能像我这样不被关心 没人理的 应该很少啦 没有被理吧 没人理我啦 没有人习惯你 从 其实这个案是从如竹沟的事件 如竹沟那个开发案开始的 如竹沟那一件我们的中央调查局 我们的法务部 我们的地检署 我们的调查站 市政府 我们 这些资安单位 我们司法单位 共同宣言 打击 绿蟑螂 打击 绿蜥 那很棒啊 我觉得 自政者才是绿恐龙啦 绿恐龙 都没在管耶 这国给我们政典 现在有 有经过什么规矩吗 没有 我说这国超过一千 一点点 二十九万 还在 还在笑秀 六十一盒塞 科尼亚哥也能做三十九万 所以 那个利益多大 刚才那个司聪已经都说过 今天我们 国民党 为什么这些人会反 为什么 奇怪了 李文进 上一任的 陷入上一任的会长 李文进 这个东西都很清楚 都可以去问的 而且都很容易去调查的 我们的赖清德 现在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办理宣教的态度来办理一下 嘴巴长得说要改革 要好好的整顿 请他好好的整顿 这就是他的标准出来了 不要双重标准 专业 刚才讲的 国民党三个跑票 刚才讲这个三个跑票 后面的故事太精彩了 真的 因为呢 我们现在听说的是说呢 有所谓的 如果你投票给自己的话 是一千万 然后呢 如果是投给邱莉莉的话 是两千万 这样子的传练 那是卢昆虎议员 他在我们议会 他是国民党的议员 但是你看他多痛心 他指责国民党自己的党员 同志 他是公开说的 公开在议会讲的 那你看 大大小小都有 因为怎样 因为我总不能那么好奇 我也在忙着选举 只是他们在忙他们 可是这一些在后来显示出来 果真如初 所以刚才讲 所以今天国民党 三个人就开除了 所以听那刚刚议员这样讲 那这要查嘛 如果你今天你是背后有利益的话 那怎么可以 这个选民 不只说我们国民党要把他开除 那个应该减掉 把这些人抓起来才对啊 这不只是国民党的事情 这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国家的事情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三个人里面 其中李政国特别强调一下 他是皇复兴党部的 应该要最支持国民党 铁蓝军 对啊 结果呢 跟着两个以前跑票过 有经验的老大哥 三个人一起跑票了 导致这一次这么难看的样子 甚至呢 其实他们在参加投票之前啊 就已经知道说 这三个人好像还蛮危险的 已经动摇了 然后呢 这三个人就一直各书己见啊 然后找了各种理由啊 结果我们台南市党部主委 竟然对了大家下跪 说下跪 拜托你们为了国民党想一想吧 如果台南市党部主委 国民党的都下跪了 那照理来讲 黄复兴党部提出的人 不是要马上起来起来 好了我知道了 我支持你吗 因为他应该是最坚定的啊 对 应该是最坚定的 结果主委下跪没有用耶 选民结构是郑兰军没有用耶 眷村老阿嬷老伯伯没有用耶 可能会被开除党籍 确实已经三个都开除 也没有用 所以 可能他地方服务做得好啊 不是讲说这个地方 眷村以前没人理吗 他也认识在经营眷村 搞不好说 我眷村做得这么好 我不敢做什么 这些眷村的人都会原谅我啊 都会支持我啊 可是现在就已经有一些网友讲说 他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他两次都投给这个李正国 就是因为呢 觉得说他是这个外省的后代 然后呢 这个黄复兴的接班人 所以投给他 结果他做出这样子 背叛的行为之后 当地的很多老伯伯老阿嬷 他们都哭了 老奶奶他们都哭了 这么严重吗 因为他们觉得说被背叛了嘛 我投了你两届 结果你做出这种 这种被鼓的事情来 然后呢 甚至被传出这 哇有什么一千万两千万 这种利益 现在南检也是他治安调查 但是我觉得 如果88枪到现在这么久 都查不到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会把这个查出来 你觉得南检会办吗 不晓得 不晓得我们在检察州长 都拍桌子了吗 这不是拍桌子没有用啊 你要把人办出来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实 才有用嘛 所以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 台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利益 以前你就是要听说什么 议长副议长有什么前进后险 也没有听说成一千万到两千万 这种等级的 这个是听到是说这几十年来 大家都叹为官子 你在台南有这么大的利益 让一个黄复兴党部的人 会对你低头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台南真的是让大家 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所以我必须说 这两位李文俊跟张世贤 被开除过 被开除过又回来了 以前就是跑票带头的 13个议员里面国民党的 在2010年 被开除10个 10个都跑票了 所以现在好像我们刚才 有点进步 有没有剩3个 所以代表党计还是有用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嘛 这两个人不就被开除过了吗 怎么现在有国民党 所以走了慢走不送 不要再让这一群败类回来 好正乖 所以大家每天想到 你搂来搂去 搂到国民党的 不能搂国民党 搂一个搂三个 不是搂三个 搂一个又是黄复兴 我们李文俊的副议长 当时他是 我现实的副议长 所以他也要来做副议长 要请我们现实的议长 贵信隆来保证 他可以做副议长 贵信隆说我要怎样保证 我自己也要参考 我是要怎样保证 但是发现 原来绿色的今天早起了 今天早起了 这样 那这个决定的是 我现在没说 我来说 今天最大的帝安 88千热来的问题 为什么 他们在露得九岸 一百十人的三位 在陈凯林发了一个公文 说 不叫人 祝贺 协商 达成共识 依情 不可以入党司祖 结果公文不到一星期 我们 跟中国 抓我们五个乡亲 在里面 伺候 跟隆卫总干事 来去杰監寺 杰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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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计 施工 露得九 所以这期 两个四万九百 你看到 穿一次 两万九百 对啊 那些 养科科民 四万九百 问到 显示 十二点多 我拜托 就书客去那边抓到 对 结果 有这种 隔两天 开记家会 说六十八经 政定业 把他们定情 被 那个 绿西医 绿蟑螂 勒索 所以 法办了一些 里长 跟地方人士 对啊 那些人是绿西医 绿蟑螂 有讲到黑道了 已经有讲到黑道了 甚至于 这样说的 金陶网 当时候 就已经有提到了 有提到的这些人是 露得高 第一天就 了解 那时候 我感觉不到 才有六十一 就在正典 所以我要去地减事 抗议 刚好疫情 都不能抗议 没有 我是准备地减事 已经申请好了 准备 动员五百会去台南 地减事 抗议 因为他是 检察长出来 开记者会 发信问过 说这些都 这些都 报名 又叫黑道 结果 也有刚才说的 刚才 那时候 逃亡的 一百十年 三月就有了 结果 贵仔去那里 开五十八千 池塞翁 的服务 那里开三十千 竟然搞真烈的破案 这样 这样 这些检情调 就不知道在做什么 这是